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沟口尖二导演的《谣言的女人》 京都导园花街 有一家水准极其之高的一级馆 景桶屋 丈夫去世以后 出自拼命工作 支撑着景桶屋的业务 在东京上大学的女儿学子 本和男友订婚 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 遭到男友的冷漠拒绝 伤心欲绝的学子差点吞安眠药自杀 还好妈妈及时赶到 将学子从东京接了回来 一级馆的姑娘们对学子点头示意 学子冷冰冰的并不回应 他厌恶这里的一切 厌恶异计 厌恶家庭 如果不是这些 他此刻已步入婚姻殿堂了 讽刺的是 学子高高在上的生活 正是这些他厌恶的 一级们的劳动所提供的 失去爱情的姑娘 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可怎么是好 妈妈实在头疼 一级协会专属的敌厂医生 是锦统屋的常客 亦或者说是初子的常客 初子拿出特地在东京买的礼物送给医生 说 你给拿拿主意 他万一还要自杀可怎么办呢 医生的小眼睛咕噜咕噜转个不停 像是在期待什么 可在初子面前少言少语的形象不同 医生见了学子 话突然多了起来 见学子很抗拒检查 便主动收集体温计 说 今天就不看了吧 听说你在东京学钢琴是吗 学子心情稍微放松一些 羞怯地笑了笑 嗯 会一点 前厅热闹非凡 老客户小林又介绍了新朋友来 初子满面春风迎上去 略带责问的口气说 我不在的时候 准是到别处夜夜生歌了吧 医生看着热闹的前厅说 你在这里恐怕很难康复 没什么事就是心痛 这很难办 也不是病 但很难治 初子叹了口气 为什么受过教育的女人这么难控制呢 而且善变 说不过她 医生话头一转 说起了开诊所的事 东京有个职位正空缺 对我是很好的机会 初子撒娇说 学子现在这个样子 你不能离开我 房子我尽快找 再耐心一点 半夜被吵醒的学子 心情烦闷 他恨透了一季馆的生活 特别是看到一季帮醉醺醺的老男人喂水的场景 心情可谓烦上加烦 一季这行是晚上生意 在天南海北喝的五迷三道的男人们 趁着夜色行动 被精心打扮的姑娘们围着 好似在做梦一样 伯云身体不适 半途离席 客户打了电话 骂骂咧咧的 话说得极为难听 初子本想教训一番 一看伯云难受的样子 也就打住 冷冰冰的大小姐出来找水喝 看到伯云被这么粗鲁的对待 也心生怜悯 又过了一阵 医生帮伯云打了一阵 才安静下来 没办法 这就是生活 我一开始也看不下去 但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医生说 是的 这就是我自杀的原因 我深爱的男人 就因为这个离开了我 学子跟医生坦白道 初子听后有些吃惊 不敢相信这里是学子痛苦的根源 你想让我关闭这里吗 初子问 学子肯定地说 是的 这正是我想的 初子语重心长地说 傻孩子 没有这里 你吃什么穿什么 这里有15个姑娘 每一个都有父母兄弟姐妹要照顾 我支撑着这个事业 可不仅仅是个老板娘 这背后有十几个家庭 有老人有小孩 你去过东京 应该更开明才是 学子这次没有反驳妈妈 回到房间 默默拉上床帘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 比过去任何一天都晴朗 面对姑娘们的问候 学子也面带微笑点头示意 当得知博云没有下来吃早饭 学子便拿了自己的早饭上去 姑娘们吃了一惊 冷冰冰的大小姐竟然亲自帮博云喂饭 学子淡淡地说 我只是不喜欢你们的职业 但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姑娘们感到学子亲切 也主动安慰起她来 为了失败的爱情自杀可不划算 你看我每个月都失败一次 要是每次都死 那得多忙 为了留住医生 初子拜托更多的朋友客人 终于在白川北找到一个 房子加地 共计250万日元 初子手里有150万 另外的100万要想办法了 初子打算卖掉锦筒屋 这样一来 学子心里的痛苦根源就消解了 医生显得很惊讶的样子 但并没有劝阻 初子坐在小河边 看着远处的房子说 如果能住在那里 成为你的妻子 真是太好了 喜欢这种东西 捂住嘴巴 也会从眼睛里跑出来 乖巧的小男人 看着台上的姑娘直发愣 身体前倾 仔细在眼纸表里 对着照片找 初子三番五次劝说不成 干脆拉着医生离开剧院 医生心里不识啊 一步三回头地看 博云的病日渐严重 到了非去医院不可的地步 博云担心前不敢去 去了这个月 就没办法给家里寄钱了 学子安慰道 我借钱给你 这样总可以去了吧 从剧院回来的初子 本就心情不好 听说要送博云去医院 一脸不高兴 小病拖 大病癌 没死不往医院抬 医生看过也说 严重了 可能是癌重 必须要送医院 学子挽着医生 满脸重意 初子吃醋了 警告医生 你最近和学子 走得太近了点吧 不是吗 医生不高兴 转脸就走 初子马上摆出笑脸 这是做什么 我给你道歉好吧 是我话说得太重了 被偏爱的总有恃无恐 医生我行我素 依旧频繁来看学子 探讨人生 学子听妈妈说 医生要开诊所 告诉医生 诊所医生不值钱 你是那种 能给人带来温暖 把人从黑暗里 解脱的医生 像牧师一样 是光明的代言人 医生一听 心里爽了 马上要去看 博云 现行学子的话 学子雀悦地跟着 他发现和医生 总有共同话题 川口想诱拐走 一记如月 被袁田先生及时发现 赶走了川口 袁田告诉女佣 这个小汪妈蛋 到各个医疾馆诱拐一记 我见他很多次了 以后别让他进门 为了感谢袁田先生的帮忙 初子拿出一笔钱作为筹线 一百万日元不是小数目 贷款恐怕不行 袁田说 抵押井桶屋吧 只要尽快让我拿到钱 袁田吃了一惊 你疯了吗 那样你可能会一无所有 想了一阵 袁田拉着初子的手说 我们要是一起的话 一百万马上就有了 初子点了一只烟 说 面谈 两人中聊着呢 如月跑了 袁田比自己的事还上心 马上追了出去 博云未来晚期 在医院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博云的妹妹千代 恳求初子 训练我做一记吧 让我留下来 学子马上阻止 一记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美 还有很多工作能做 千万别来 初子请客户到剧院看戏 包了个VRP房间 谁知学子和医生中途出去 很久都没回来 初子不放心 出去看看 谁知道 这两人正商量着一起去东京呢 大手拉小手 宠诺一起走 初子躲在旁边 心里无味杂陈 第二场是个喜剧 60岁的老太婆爱上年轻小伙 爱情的感觉 如果是19 20岁的时候 是那么的美好 但是 如果你像我一样 是60岁的人 剩下的就只有羞耻 连鲁鱼都知道 这个年纪不能谈什么恋爱 观众笑得前眼后合 都在笑话这个发情的老太婆 初子坐立不安 这哪里是戏 分明就是在说自己 初子再次跟袁田提了100万日元的事 袁田点头说 既然这么急 我会尽力帮你 没几日 跟着川口跑来的如月 又回到景童屋 蓬头垢面 脏兮兮的 初子一向心软 别哭了 回房间去 晚些再跟你算账 如月前脚刚进去 川口后脚就追了上来 口口松松说 如月偷他钱了 不巧的是 川口的天敌来了 袁田一脚踹到川口 小别三滚出去 袁田不是纯情少年 当然知道这100万和医生有关 于是提醒初子 你我都不是年轻人 不要做冒险的事 还是我们俩一起经营景童屋吧 初子拿开袁田的手 说 这是抵押贷款 我明天就准备好合同 马上就是晚饭时间 按说 学子这会儿该来前厅的 女佣说 在房间 医生也在 初子脑袋嗡的一下 意识到 这俩人在一起肯定没好事 果然 推开门一看 俩人如胶似漆 热火朝天 医生拉走初子 要单独谈谈 学子被妈妈犀利的眼神 看得心里发慌 医生毫不避讳 直言道 我爱上了学子 我们要一起去东京 听到此 初子容不肯放弃 他手里握着 250万日元现金 他有能力帮助医生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初子当初 就那么嫁给一个陌生男人 到了这把年纪 他想跟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 而医生 就是初子唯一想要的男人 医生装模作样地说 我认为我和学子在一起 你会更幸福 说吧 医生起身要走 初子哪里肯 生拉硬拽 不肯放手 学子终于看不下去 想劝妈妈 但初子手握250万现金 底气十足 跟我抢医生是不是 你试试看 三个人的关系 一下子暴露 都觉得脸上难堪 初子默默哭了一会儿 看到医生要走 还是忍不住追了出来 将一百万塞到医生手里说 请接受他 你喜欢怎么用就怎么用 医生脸不红心不跳 收了钱后 立马来到学子房间 看 这下我们在东京的生活 不用愁了 学子算是看透了这个男人 无耻 下流 恶处不堪 另玩妈妈 还想带走女儿 实在是万恶的东西 学子抓起剪刀 要杀掉这个臭虫 初子闻手赶来 一把夺过剪刀 关切地看着医生 心里想 没有受伤吧 医生看到学子 恶狠狠的眼神 心下怕了 带着一百万日元 仓皇逃走 初子情不自禁追出去 学子大喊 够了 别追了 这段时间麻烦事不断 先是学子 后是医生 再然后是学子 加医生 初子的头疼病又犯了 这次是正儿八经的头疼 初子卧床休息后 学子当起了 锦筒屋的妈妈 手脚麻利 有条不紊地 运作着锦筒屋的生意 原田没想到 高高在上了大小节 瞬间变成一级管的妈妈 毫无违和感 老客户又带了新朋友来 这次 一下就是25个人 学子忙前忙后 招呼着没有一点差错 初子很憔悴 有操不完的心 前厅打扫干净了吗 清酒要备货了吧 学子说 放心 都准备好了 不用操心 有我呢 让不喜欢这里的女儿接管 初子感到内疚 学子却说 今天当我坐在接待台的时候 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好像一辈子都坐在那里一样 而且我也觉得 我愿意一辈子都坐在那里 初子肯定地说 那当然 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就已经坐在那里了 自从姐姐去世 家里就没有了生活来源 千代无可奈何 回到金桶屋 恳求学子 他想成为一名异技 无论如何要养活老父亲 楼上的客人在叫 学子没时间多想 便叫千代留一晚 明天空了再谈 一级尾上外出工作 千代看到 也恳求帮忙说情 让自己留下来 尾上叹了口气 我总是问自己 什么时候才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女孩 但她们总是会一个接一个的来 尾巴 这部1954年年终上映的影片 是沟口和田中的最后一次合作 两人因田中执意要当导演 而沟口执意劝阻而产生矛盾 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后 直到听说沟口病危 田中到京都福利医院探望前 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 据心童坚人在1983年出版的田中倦代一书中说 谣言的女人是川口松太郎敢写出来的作品 一田一贤和崇泽昌茂 把她们改写成电影剧本 费了很多周折 但沟口当时已经是大印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从营业策略上考虑 也不能不讲情面地拒绝接受导演这部电影的邀请 同样为了营业策略考虑的 还有五五年的杨贵妃 是沟口健二奉永田亚一之命买来的作品 为了要制作一部以公司命运读书营的大作 沟口健二认为 自己既然是大印领导人和首席导演 就得勇于挑起这个政担 心童在书中补充道 不得不说 沟口健二也是个故弄玄虚的冒险家 虽然这两部作品都是出于公司营业策略考虑 但一个是沟口熟悉的题材 一个是完全不知道如何入手的领域 两者是存在本质不同的 1954年6月20号影片上映后 反响一般被批评作品深入不够 心童在田中倦代艺术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深入不够拍成了平淡的风俗化 日本电影大学校长佐藤忠南 在职位女人拍电影艺术中说 素来以拍摄维护贫苦妇女人权的 富有斗中性作品而著名的沟口 竟然悠然自得拍出这种 对卖淫问题缺乏抗议意识的影片 岂不令人难以理解 应该把《奇缘歌女》和《谣言的女人》这两部影片看作是大师晚年的一种削减性作品 我看不然 被批评不够深入 没有斗中性 缺乏抗议意识 全部都是基于对沟口电影的刻板印象 背即是好 不背就是不好 这就类似 男人都是阳刚的 柔和的男人不是男人 女人都要生孩子 不生孩子的女人不配成为女人 这部影片虽称不上沟口佳作 但也绝非缺乏亮点 首先 出于营业策略考虑而拍摄 其次 原作是敢写出来的 改成剧本也费了一番周折 可见故事本身并不流畅 但电影化后 人物历得很快 特别是两次农剧的出现 更是高效弥补了剧作上的弱势 从1936年浪华杯歌 到1956年痴仙地带 沟口一年一部 或一年两部 只有1954年这一年 沟口拍了三部 很明显精力是不够的 影片时长83分钟 如果按照两个小时的标准片长算 两次农剧的出现 直接弥补了另外37分钟 是极其高效简洁的表达 形容一个学生 重击很差 可以通过老师 通过家长 通过同学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表现 但都不如一张不及格的诗卷 来得更高效 更简洁 重来导演对策很擅长 黑泽民就送赞过 重来导演用很多短镜头 拼在一起 你都看不出痕迹 刚本喜八给重来做副导演的时候 一次 演员老是达不到要求 重来拜托喜八找只猫来 将那只猫放在屋檐下 就拍它 猫躲落滴在身上的雨水 似乎有些不知所措 临时加拍这个小场景 不仅可以弥补演员表演上的不足 还创造出恰当的氛围 在拍摄浮云时 喜八作为第一副导演 跟随重来外出看景 摄影师指着两条繁忙大街的交汇处问 这里行吗 喜八在脑子里算 得五六十个群众演员 五六辆车 十个人协助控制交通 但重来转到相反的方向 用两手圈出一个小圈 这里就行 那里是个地铁入口 如果在这里拍 我们只需要找两三个人 从袖子身边走过去就行 这种简洁高效的表达 同样适用于劝说 为爱痴情的少男少女 热恋中的人 硬拆是不行的 越拆越硬 越拆越牢固 妈妈将女儿带回家 女儿的心还在东京 甚至将罪责推到妈妈身上 推到家庭身上 她要自杀 为爱殉情 实在令人头疼 青春期的中学生恋爱 最让老师烦心 倘若只是天天腻在一起谈情说爱 倒也无妨 就怕真出点什么事 给学校带来麻烦 怎么办呢 劝说 你们还小 要以学业为证 但没用 越说两人关系越好 老师跟老校长倾诉 这可咋办 实在没招了 老校长说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 老师拿了几囊妙计 回到教室 什么都不说 调座位 将男生安排到全班最漂亮的女生身边 将女生安排到全班最帅的男生身边 不到两周 两人就吹了 不吵不闹 和平分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